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示范的一个层次 他亦呼吁每一个跟从他的人都要走的这个层次 就是叫做十字架的代价 而当来到十字架的代价的时候 人就却步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我们教会 没错我们是一间愿意祝福人的教会 我们愿意去康护人 我们使人幸福 使人快乐 使人和谐 要人认识神的教会 但这间教会不是由我们去创造 也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去存在 这间教会 是按着神的计划去奔跑 所以其实我们这间教会 从从开始直到成长里面都有神的心意和步骤 而实际上神也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一步一步带领我们 首先我们真是经历十字架的好处 但是曾经何时神开始慢慢按着比例 带领我们去愿意去赴上十字架的代价 就像我所说在1996年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因为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 神都是按比例的 慢慢让我们经历十字架的代价 而跟从神的人 就会在这个代价当中 欢天喜地的付出 但是不是跟从神的人 就会在这一点去却步 因为神想让你知道 就算是石看教会 其实神给我们的带领 是慢慢按百分比去增加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 其实我们教会九成以上的人 都是活水领域的基督徒 我们是容易去在里面认识神 我们容易去经历神迹 经历恩赐 当然不是说不容易就好了 但我意思就是 这个是活水所来到 使我们事半功倍 或者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证明神的真实 但是从而去呼唤我们 在里面我们开始发出生命的光辉 其实神所给我们的带领 慢慢使到我们的教会 由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活水 而小部分人发光 而变到我们慢慢越来越多人发光 最明显就是1996年 因为1996年在7月19号 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这个日子就是我们在商量水事件 我们上了电视 很多人是无理攻击我们 甚至差不多可以说中人和奸人 立刻好像做戏 那样出现了出来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初步来说可以说 在我们全家教会受到最大压力的 就是我和我身边的领袖 这是第一个层次 让我们教会有机会去经历 为神发光 但是就算连在我身边的领袖 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令我很惊讶 有些人跌倒 他们跌倒的就是如我所说 他们怕吃虧 有些人甚至他在最后投诉 就是说你说的东西是好的 不过你静悄悄说给我们听就行了 你需要公开说给别人听呢 就是从他们这种的概念 你理解那种自私的程度 他明知是好的 不过就只是说给他知道 但是现在搞到他要吃虧 那他就真的不肯过理 结果在几年之内 因为我们教会当中受最大压力的领袖 甚至一些传绩离开 当然他们受的压力 远远不及得我所面对和承担 但是很少我见他们所受的 真的百分之一的压力 他们已经很苦毒 很带着仇恨的方式去离开 而当中有一种传绩来的 每个月在受身 事实上都理解的 因为事实上如果在面对这个冲击当中 当然我们教会的领袖面对的迫迫 和困境会多 无奈会多 但是神也是有意的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在领袖阶层 去篩选一帮的人 去离开 就是这帮人 他只是根本一生打算 只是会要十价的好处 而不要十字价的代价 但你会说 为什么神不会说 有得这些 只是要十字价好处的留下 那么照顾人数都是好的 但我想你知道在这么多年我发现 就是说那些只要十字价好处的人 是贪得无厌 他永远就好像一个寄生虫 一个驻米大虫一样 他会在教会里面 去吃光那些资源 而当中有一些的走的存绩 甚至发现 他在经济上 他在钱上面 根本已经私自 去拿用教会的钱 所以神要这样篩走 是有他的理由 因为神的家 不是去养住米大虫 神的家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而并且神的家 其实这些的祝福 如果没有了这些 可以说吃东西不做东西 这些的存绩的话 其实我们更加 可以祝福的人数更加多 因为实际上贪心的人 他开头或者会贪一份 但到最后他发觉 是白白可以得到的话 那么他就要 需要给别人更多的尊荣 更多的经济 更多的祝福 更多的呵护 结果一间本来 要祝福人的教会 就变成 祝福一帮自私自利的人 所以在当年 可以说第一次的冲击的时候 这些受更多压力的领袖阶层 有一部分人离开 甚至他带了一些初信 去离开 永恒方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飘得着生命的光 将我心情轻 当上帝猜献 今我奉上真心 求上帝猜厌 欠力往前去 不及旧我古典 只半风尚光阴 智热智热心 见在昨天 心中痴热红红约 直到今天 只信念确定未改变 愿没听 今主的步伐未停断 尽我一生见证 上帝 断爱因定 求父神听听 听听着我呼声 我愿尽心见证 但被神任意猜 随着神遮忍 踏爬路有风起 愿能实现真理 并现正天过 直到最终的永恒 关你